清明时节雨纷纷,今天在广州金沙州下了一场菠萝雨,而附近的不少街坊这下可开心了。 广佛高速上四车道变两车道,现场交通一度缓慢的色谱,由陆正交通人员在现场进行疏导,碎玻璃和生活用品散落一地,被撞歪的公共设施上沾满了黄色的水果渣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佛高速街环城高速的弯道上面,那么身后方也是今天早上的整个事故现场,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隔音屏风全部都已经被撞毁了,而我身后方也有大量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菠萝进行一个处理,不过在一墙之隔的河冲里面则散落了更多的菠萝。 赵氏的大货车很快就被拖走,为了让路面尽快恢复畅通,路正工作人员出动了两辆货车来运走地上的菠萝。 高速上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理,住在高速附近的街坊们也没闲着。 很快,由附近的民警前来制止,工墙的场面立刻被控制。 有居住在当地的街坊表示,除了今天这场菠萝鱼,在半个月前这里还下过一场蔬菜鱼。 一线记者在高速上观察发现,该转弯为弯度相对较急,且呈斜坡状。 对于弯道设计的安全性问题,高速管理方表示会对弯道进行安全评估。 在这次事故中,大货车上的两名男子受伤,已送院救治。 事故的原因正交由交警进一步调查。 居然还有人带着麻袋,拿着刀去轰抢菠萝,真是令人心寒啊。 司机受伤,货物受损已经是够惨的了,面对不属于你的东西,你凭什么厚着脸皮去轰抢呢?